大家好,我是马丁 谈到任天堂,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不管是它制作的游戏还是主机 都展现了卓越的品质 我手上正好就有两台坏掉的任天堂Wii主机 今天我们就来拆掉其中一台 看看里面有什么可以回收的零部件 根据过去的经验 任天堂的主机板上有大量的质金零件 但是任天堂比较麻烦的地方 在于它的螺丝规格比较特殊 Wii主机上用的是这种人字形的螺丝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我终于把背板给卸下来 同时也收获一只小强的诗条 背板的下面是它的光碟机 背板的下面是它的光碟机 光碟机的IC板上 有一些镀金与镀银的排线 这些镀子就像的一样 进展开一样的镀子 在螺丝相对于参加热用 就像黄金丝传的方便 在这里的顺便 从这里来正常往上 在这些镀子 都像环了 就像一样 我补买了 在这些镀子 继续往下拆解 花费了一番功夫才把这块铝制的金属板拆掉 底下是Wii的主机板 可以看到主机板上有大量的镀晶层 镀晶的元件 把这块散热片拆掉后 露出来的是Wii的绘体晶片 以及处理器 最后我们把Wii和PS2的主机板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任天堂的主机板金光闪闪 而索尼的PS2则显得稀松平常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